Hello everyone,大家好,我是Sugarby,我又回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现在我们开始游戏吧 这一集当中呢,大家看到的我是穿着一个Kirby衣服的小女孩 因为上一集我设计了自己的Kirby衣服 哇,我已经收到了这么多邮件和我的礼物 咱们一个一个来拆开看吧 首先来自HRA的时候我获得了多少个点数 可能就是因为我布置了一下自己的家,所以有一些改变 然后再看下一个WorldJour,就是那个小橘子的 然后呢,他送了我一个礼物,所以我要打算把这个礼物也 看一下它,这一件是一个什么礼物 好了 他说他找到的这个是在海边 No.4是,就是一个穿戴着字母寺的一件衣服 Shit will be mint 呵呵,他说他看到我在这挖一个洞,在那挖一个洞 其实啊,我并没有铲子,我不知道他在哪看到我挖的洞 打开下一个,还是一件衣服 是一个秋天的树叶衣服 我现在就想把它穿上 啊 有点复古的感觉 下一个fromlily lily是我的好朋友,我也很喜欢他 什么 news, I really like this 看下他送过我了什么礼物 离子 这是我最想要的礼物 其实是 就是我很想要一个 嗯 除了我的 樱桃之外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收到了,我就很开心 谢谢lily 啊 有没有觉得这个信件很好看 是一个钢琴 too cool sugarbee 我现在是一个cool sugarbee了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礼物 有没有觉得在拆舞的过程中 其实是跟这块地的,是一样的快感 就是一种惊喜的感觉 橘子 天呐 我已经有两种不同的水果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获得外来的水果 一定要跟你的邻居们 经常有信件的沟通 这是在这一集 这是在Wireware这里 我第一次尝试这种 然后就成功了 而且大家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寄信件 是在这个游戏开始的过程中 所以 这一定是可以一个 普遍应用的一个公式 好,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的pattern 如果再想知道怎么样设计你自己的pattern 或者是想要 跟我有一样的pattern 可以看上一集的视频 我来到这里呢 我想把我的帽子 换一个新的帽子 啊,这是一个假发 我可以试一下呢 是不是有点像 日本武士道的一个造型 thanksno 对那个发型没有太多兴趣 是一个眼镜 试一下 试到还不确定自己喜欢这个 还是no 我是想找一个衣服可以搭配我的 搭配我的秋天的这件衣服 我先把它取下来 我的小帽子 再等等吧 如果下一次我看到好看的帽子 我会再买上 或者是自己设计一个 现在已经十月份了 就是天气转冷 然后今天我也有点感冒 可能大家可以从声音中听出来 然后希望大家都保持好身体 十月份是一个比较有故事的月份 因为有万圣节 然后十月份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一个很骄傲的日子 因为我们的国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今年的盛典 所以在接下来的视频中呢 接下来的几节视频中呢 我会向大家展示我的万圣节的一些 相关的衣服或者是设计 还有一些国庆间相关的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 其实我现在呢是来到海边 我想看一下 我时不时会来到海边 想检查一下 就是海边有没有一些 外来的水果 就是常跟大家说椰子树会 有的时候椰子会打在岸边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是不是 今天真的是比较好运 我同时获得了三个挖袋水果 一共应该也就只有五六种水果 然后已经获得了很多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跟他们都种出来 然后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要去买一把斧子 或者是再赚一些钱 买斧子和买铲子 因为跟大家说想要种一个金铲子 金铲子是最容易获得了一个 金的工具之一 就是因为你埋了它 然后第二天你就可以获得它 它一定要记住是在哪埋的 不然忘了就被其他小伙伙伙走了 这个花有点哭了 然后金铲子呢 是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获得的工具 但是我希望在我的所有视频中 我会收集骑这些金特殊的家具 我卖什么呢 先买这些 我简单的外来的水果卖了 其实我就只有这三个 其实现在可以卖的东西 外来水果呢 就是可以增加你游戏的丰富感 就有很多很多可以种的 然后呢 就是它可以种果实 卖一个高的价钱 现在我的水果就一百 但是如果我买它了我的水果就会变成四五百以上 结果现在的钱很少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 铲子和其他的工具类型 只有这两种 难道是让我再买一个鱼干 但我并不想这样做 因为我已经有它们了 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更新我的种类 我的猜想是我一定 没有捉足够的虫子 或者是钓足够的鱼 所以它没有给我 因为在以前的历史当中 就是我拿到游戏的铲子之后 我会疯狂的进行捕猎 还有钓鱼 然后就会获得很多 然后再捐到博物馆 或者是在卖 应该是我交易的金额还不够多 所以没有获得刷新兴的工具 所以我现在要回家把我的东西储存起来 然后再开始进行钓鱼和其他的活动 所以今天我的游戏中 可能就没有进铲子的这个过程了 大家看到我有一个钟 然后一个凳子 所以家里还是比较空 所以我可以放一些 都把它摆在家里 就不会丢 这真的是一个很开心 今天也没有收到了这么多水果 我可以种一个花 这是我前两天买的 我就忘了 然后No.4的衣服 大家喜欢的衣服也可以摆在家里 当然了你也如果有怪姨 你也是可以把它跪自己的 这个picnic table 我觉得有点占地方现在 而且目前为止我的家很小 不需要这样一件东西 我觉得摆dresser还是一件很 很聪明的决定 dresser的位置也不是很好 在这个位置比较好吃 因为dresser可以收藏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可以把衣服和什么放进去 但我想先看一下我这件衣服 是一件什么 这是我一开始游戏的时候穿的一件衣服 而且呢 先穿新的衣服在身上 No.4的T恤有点无聊 所以我可能会等一等 所以我想把红色的放衣服 然后还有什么桌子 这些其实可以卖了刚才 好了 就这样了 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我的一个 下一个淘宝的过程就是要去找什么 recycle bin 还有去看loss and fun 就是食物招领的地方 找一些新鲜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个 环境有点枯燥 就是我还没有很多花花草草 今天脑子不好使 所以呢我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 把我自己家的环境打造得好看一点 买一些花花草草 买一些花花草草 当然呢 其实如果 其实我的邻居有很多是很喜欢种花草 我也可以从他那拔 然后种到自己家 就是觉得有点 在生活中 在正常生活中 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先补这样了 嗯 nothin really 我觉得边说话边玩去 可能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慢慢的应该会好一些 yellow rose 黄玫瑰 买 他还有一个地毯和 墙纸 其实我可以 等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以更换我家里的 好 现在买了一朵花 大家 树叶已经开始发绿了 发黄了 已经到秋天了 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季节 在真实生活中 我真的是喜欢夏天 我是不怕热的一个人 两件礼物 其实真的超兴饭 夏天可能能用到饭 我不知道这个季节 还有这个小陀螺 不知道这个大家怎么翻译 是叫陀螺吗 这是我可能哪一天 拉在这儿的 其实 最好我可能忘了 我摇了树 或者怎么样的 最好是不要这样的 因为这个水果烂在地上 可能对 想要对这个树啊 地啊面都不好 所以 还是希望在我的游戏中 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招呼 打个招呼 大家有没有听传 刚才是小行星的音乐 它的那个小行星的背景哼出来 就跟别人的不一样 因为之前我设定的音乐是这个 在国庆节我应该设定一些 跟祖国 我爱我的祖国 或者我和我的祖国相关的音乐 下次我可以试着创造一下 它在告诉我怎么给新建 付礼物 它长 就是它的长相有点凶神恶煞 因为看起来就是它的刘海 它眉毛很粗 但是它很有意思 觉得它还是挺好的一个人 介绍给我怎么样 交朋友 交礼物 送礼物这些 这女人 这是一个脾气比较古怪的人 不知道他今天会跟我说什么 乖乖乖 Gossip 所以他跟我说是怎么样 改变背景音乐 他说如果你有一个 就是你不太懂音乐 你就不要赶了 这真的让我很生气 对吧 但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游戏的过程 在生活中大家一定也会碰到这种 有点刺的这种人 拔草 他家这门口真的好多草 他是不拔的吗 这个黄色的 这黄色的玫瑰吗 等一下我要在我家门口中 我跟大家聊着聊着天 我就忘了我自己的任务了 其实我是想 种一些花花草草的 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可以免费获得的一些东西 黄色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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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在家里 天哪 真的是个分山 刚才说到最喜欢的季节 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季节 但在这个游戏 但在这个游戏中 我真是喜欢夏天 但在游戏中我可能 喜欢秋天 因为我觉得秋天 就是 是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然后叶子都变黄了 是挺有意思 还有冬天 我也很喜欢在游戏中 可以堆雪人 然后堆雪球 就反正各种好玩的事情 都可以做在冬天 好啦 现在呢 我想把我的这个竹台啊 什么carboard box 这种东西都卖了 就是背景音乐 可能按听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我现在有点腻了 对小星星 就这种事情会上瘾的 就赶完一两遍之后 觉得啊 还想要再想一个什么音乐 I pick the table 卖了 如果下次以后我想要 还是可以获得的 所以就不用担心 今天是星期三 不知道在真实 就是在游戏中 我不知道有什么 好玩的访客 或者什么 就等一下我们可以问一下 什么人 有什么好玩的 Show to me 啊 嗯 看见一下 沙漠风格的帐篷 不谢谢 普通的地毯 其实是一个石木的地毯 但有点深颜色 可能像窩呢 或者是买了 我对木材木头木制品 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我会想要买它 拜拜 回收箱已经看过了 我们看一下告示牌吧 今天最近有没有什么 活动 所以下个星期一 我们可以玩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松果节还是什么节 我还挺期待的 我的新的邻居 上一次进了它了 什么样的男生 我喜欢 可爱的男生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对不对 在生活中呢 我男朋友 是什么样性格我想象 其实我男朋友 还是在生活中 是比较可爱的一个人 然后其实它是跟我同时间做YouTube的 它的名称叫Poguini 我觉得我的发音还是挺标准的 Poguini 它呢是喜欢玩Pokemon 就是这种数码宝贝的游戏 如果大家对英文视频感兴趣 可以去听或者去看了解它的生活和它的游戏 当然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频道 然后之后应该也会有些交集 所以现在最近没有客人来 啊 accident 点错了 我是想问 有没有失误招领呢 something 两个 我觉得我的今天就是 我刚享受我的一天的游戏 就是这种惊奇 惊奇中度过 然后就发现了两个陷阱 陷阱真的有很多想说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 我们玩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显示中的游戏 就是陷阱 就是 我现在没有这个铲子 我没有办法玩这个陷阱 就是挖一个坑的那种 但在真实生活中的陷阱是很可怕的 我觉得挺可怕的 就我们会挖一个超级大的洞 就是因为农村的地就是土地很多 真的挖一个超级大的洞 然后在上面做上掩护 打一个招呼 Pierce 做一个掩护 什么放一些砂石 然后放一层塑料 薄膜纸 然后铺上一些东西 就是表现上你是看不出来是一个陷阱 还是一个坑的 然后等你走过去你是会真的摔倒 或者是如果因为农村都会骑自行车 然后如果你骑到那个陷阱里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但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玩的比较多的一个游戏 然后就躲在园旁边看 看大家是怎么摔的 还是他看到一个礼物 如果你想变得酷 你就闭上你的嘴巴 就是少说两句就能变得酷了 想想是不是挺有道理 酷的人总是那种比较少颜 然后也长相比较酷的 我还想看看我有什么新的邻居搬进来 现在看上去我好像多了一个邻居 Mint是一只猫 然后这个老鹰 这些我都知道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他在不在家 然后今天游戏可能就结束了 因为骗幅的原因 所以每次就只能简短的玩20分钟 然后在下一集的视频中 我今天刚跟Peguini说了 在下一集的视频中 我希望他成为另外一个玩家 然后跟我一起进行还贷 或者是让大家看看 情侣两个人是怎样同时玩一款游戏的 在这个游戏中 我觉得有他的参与也是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过程 刚才干了什么 跑掉了一只花 所以我要横着向右走过一条桥 这 这里真的有好多好看的花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头的牛 跟我说话呀 Rodio 为什么有点害怕她的感觉 我也很开心见到你 但是她真的是 她的长相真的有点让我怕怕的 她应该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 我们走吧 这集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